截止当地时间5月3日 美国已经确诊了110万例新冠肺炎病例 4万人数也直批7万 但就在举国抗议焦头烂额之际 特朗普总统不但没有回应 国内对政府政策不利的种种质疑 反而还在如何将病毒起源上费尽心机 不仅自己异想天开 还施压美国情报部门展开调查 据央视新闻援引纽约时报刊文指出 美国政府高层正向情报部门施压 寻找病毒溯源至实验室的证据 文章特别指出 国务卿蓬佩奥一直是施压推手 而且早在今年1月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就已经开始敦促情报部门收集支持 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的信息 每隔两天 纽约时报继续刊文 指国务卿蓬佩奥不顾情报机构的结论 还在继续强行 将新冠病毒与武汉实验室关联 报道指出 尽管情报人员则表示 我太难了 他们声称已经告诉了相关政府官员 他们恐怕找不到 病毒来自实验室的证据 而且全球科学家 特别是病毒学家 绝大多数都认为 因实验室事故而引发病毒爆发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新冠病毒大概率是自然产生的 但即使如此 特朗普政府依然向情报部门持续施压 希望情报部门提供他们所希望看到的证据 其实关于病毒起源于人造的说法 已经被美国情报机构 全球科学界再三拙破 4月30日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就公开发表声明 表示情报界同意科学界的广泛共识 即新冠病毒并非人造 意味经过基因改造 病毒是人造的这一观点已被否认 三位美国前情报高官则批评特朗普 正在将情报机构政治化 他们表示 如果美国人民不能依靠情报界的客观工作 来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威胁 那么美国国家安全将遭受打击 也许会是灾难性的 美国媒体认为 不管病毒源自人造 还是来自实验室事故 又抑或未来可能出现的 其他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 其实终究是美国政府换糖不换药的甩锅手段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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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